各位觀眾聽眾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7日星期五 中國方面前兩天報導 中國的長征5號B型火箭 把一個叫天河核心艙有關於太空站的一個關鍵部件送上了天空 說全國是舉國歡騰 一片賀彩 是在海南島的發射中心所發射 是4月29日 當時中國那邊隆重歧視 說在北京的控制中心有兩名政治局常委親自觀看了這個發射 那就是總理李克強和主觀意識形態的常委王滬寧 再加上副總理劉鶴 還有軍委副主席張又俠都觀看了發射 表示重視 而另外說在中國各地還舉行了慶祝 比如說當時像在一些城市 比如說西安 說是咒交響樂 讓火箭升空 以顯示重大成就 而中國的黨媒黨報發表文章 說這次意味著中國太空站的開始 因為美國和俄羅斯都有了太空站 而美國和俄羅斯的合作又排斥中國方面 不跟共產中國合作 所以中共就要自己的太空站 這次就是把太空站的重要部件 關鍵的設施叫核心艙天河 核心艙發射上天 所以下一步就是可以提供一個太空站 有三人在那裡工作 發射了當天 4月29日 中共政法委的長安網還發布了一個圖片來譏諷印度 說中國點火對印度點火 左邊是中國的長征5號B火箭發射天河核心艙上天 右邊是印度山 是因為大瘟疫 疫情深重而在燒屍體 對照不僅激起了印度的抗議 印度政府向中國方面發出了抗議 而中國國內的網民都認為這是很不辭 很不人道 很下著 幸災落禍 後來中共的長安網把這些東西取消了 把所謂中國點火對印度點火 中國發射火箭 印度焚燒屍體取消 而相應的其他一些醜化印度的事情都取消了 但是中共還沒有笑完 就自己出了事情 因為長征5號B型把太空艙發到天上之後 卻發現出了問題 它有一個脫落體 一個關鍵的脫落主體 沒有脫落在預定的軌道 或者按預定的時間地點脫落 卻在低空的時候脫落了 脫落現在這個巨大的部分 擾著地球在轉 轉來說是距地球兩到三百公里 這幾天之內可能墜落地球 墜落地球之後可能造成傷亡 現在各國的科學家 包括美國 台灣 各方面的科學家 都在觀察 研究這個問題 追蹤中共天體的降落 下落 如果說撞在地球上 因為地球71%是海洋 也就是說71%的可能性墜入海洋 對人體的傷亡就比較少 但是也有29%的可能撞上陸地 會人員造成傷亡 實際上 中共的長征火箭多次出包 在2012年 2014年 2020年有兩次 總共四次出包 分別是相關的一些脫落的部件 沒有按預定的設計脫落 而是超出預料 有的在湖南境內 有的在貴州境內 有的在四川境內 分別墜落之後 造成了人員的傷亡和民房的受損 所以說這次長征五號火箭B型 這次的巨大的一些艙體的降落就有可能砸到住宅區 給普通民眾造成傷亡 而且不知道會落向哪個國家 也不知道會落向哪個地區 現在各國都在緊張關注 所以這次中共當眾就出了一個洋相 當時中共在說中國點火對印度點火發出圖片 譏諷印度的時候 印度提出了抗議 但是這回當中共的火箭墜落的時候 有國際記者去問印度外交部的態度 印度的態度是拒絕自貧 對此不自貧 也就是說中共在性災落後取消印度的時候 印度提出了抗議 當然當中共自己倒霉了 印度並沒有去性災落後 印度畢竟是一個民主國家 有相當的風度 而只是拒絕自貧 不加評論 並沒有說任何的風涼話 也可以看出專制跟民主的差別 專制的中國跟民主的印度 最後在風度上 輕胸上 氣量上都構成了差距 而中國的黨媒導報在報導印度燒屍體的時候 不知道印度有一個風俗 一般來說 印度有十字的話 都在地面上放柴火焚燒 是他們的一個民主 就包括印度的前總理 印第拉甘地遇刺身亡之後 都是在地面上放柴火燒 那並不是一種廉價的做法 而只是那個國家的風俗而已 也就是說 貴衛總理的印第拉甘地 都是以那樣的印度風俗火化了遺體 所以中共在報導中 利用中國人民對印度的國情文化 習俗的不懂來嘲笑印度 大假嘲笑 好像印度屍體多得擺不下 沒法擺 所以才遍地燒屍體 長征5日畢竟推上去的所謂 核心艙和他的現在意外脫落的部分在什麽時候會降臨地球 據說是在5月8日到5月10日之間 地點不翔 各國都在做好準備 萬一降到他這個國家 或者某個國家的某些地區 造成什麽樣的損失 一方面是對人員要進行保護 對這些國家進行保護 但是如果造成損失的話 我想對中共肯定會構成追究 中共要賠償 而且恐怕有更進一步的這些法律訴訟 因為中共在發射這些太空物件的時候 都是極度保密 不披露消息 它不像美國或者民主國家一樣 有民用機構 比如說美國國家航天中心 航空署是民用機構來發射 很多的數據都公開 並且通過記者會對外界說明 但是中共發射的這些太空部件 這些所謂的太空站也好 什麼飛行船也好 都是軍方負責 有軍方負責 有國防部負責 所以就高度保密 認為是軍事運途 因此外界對他的所有的數據 軌道很多都完全不清楚 就是大致的情況都不清楚 因此這樣遮掩的結果如果造成了後果 中共要負責任 而且有一個對比就是 美國是民用機構在發射 而多數的用途是民用 當然也有軍用的用途 但是中共是由軍事機構發射 多數的用途是軍用 至於民用是否有都很難說 所以這是中共一系列的航天醜聞之一 其實前段時間我們說過 3月18日就在中共的政治局委員楊潔篪 外交部長王毅 在阿拉斯加會見美國 國務卿布林肯 還有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的時候 楊潔篪在大聲咆哮 說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美國沒有實力地位 居高臨下對中國說話 但是當天在太空就發生了一個暗戰 中共的一顆衛星 運行不久的衛星突然跌落 但是前兩天就在那之前 美國的一顆老舊的衛星自空中爆破 因此很多人懷疑美國的衛星的碎片撞上了中國的衛星 或者說是有意而為 美國自我爆破了一顆長達20年的老舊衛星 然後撞毀了中國一個剛剛發射不久的新衛星 因為中國的衛星故意布置在美國衛星的旁邊 以同樣的平行的飛行軌道貼近飛行 也就是說把美國衛星的氣象數據 情報數據全部收集過來 應該說美國在無奈之下 被迫就用美國老舊衛星自我爆破的方式 同時擊沉了中共的間諜衛星 所以這是3月18日極可能在地面上進行外交戰的同時 太空中所進行的一場暗戰 而這一回就在中共的黨媒黨報連篇累贅 所以吹噓中共的天河核心艙 或者說是太空戰 怎樣的領先世界取得重大成就的時候就出了這麽大的洋相 同時又是在績效印度點火 對中國點火的時候 結果自己點了這麽一場火 真的是熊熊大火 從天空到地面都是一場大火 一場災難 在太空中的一場災難 而且很有可能成為地球上的一場災難 這是莫大的諷刺 世界衛生組織終於鑑定了中國疫苗 中國疫苗有兩種 一種是國藥 一種是科興 中國方面曾經抱怨國際衛生組織 世界衛生組織把它排在後面來鑑定 因為由於信任度的問題 排在前面的都是美國 英國 德國的疫苗 世界衛生組織在前兩天終於鑑定出來 說中國的疫苗是對18歲到59歲有保護力 但是對59歲以上的老人存疑 就是說不具有保護力 甚至暗示有危害性 這就是鑑定結果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麽中共那邊在宣傳中國疫苗的時候 是跟其他國家相反 其他國家先打老年人 先打病患 他們能先打18歲到59歲的人 因為老年人以上沒有把握 但實際上59歲以上的老人才有危險性 才是高維人群 另外也可以解釋其他幾個現象 那就是為什麽中共領導人都沒有公開打國產疫苗 其他國家 西方國家 包括美國在內都帶頭打自己的疫苗 來顯示對自己的疫苗的信心 中國那邊剛好相反 沒有任何黨和國家領導人出面打中國疫苗 卻在號召中國人民打中國疫苗 所以中國人民就流行一句話 說讓領導幹部先打 而吊詭的是 中國領導人並沒有帶頭打疫苗 但是香港的領導人卻公開打疫苗 並且拍了視頻和圖片 比如說現任的特首林鄭月娥 還有前特首董建華都打了中國的國產疫苗 董建華還打的是科興疫苗 不過董建華打完疫苗 一個星期後到人民大會堂開會 人大政協兩會上一份就當場摔倒 跟地面保持平行 當時就輿論化然 認為他是中國疫苗惹的禍 董建華都將近80歲 而林鄭月娥也都60多歲 他們打疫苗就違反了中國內地的規定說59歲以上不要先打 結果香港領導人不僅打了 還是都59歲以上 所以可以看來從去年到今年 香港的一國兩制被中共破壞了 唯一體現一國兩制的就是這一回 就是北京領導人 習近平等人不打國產疫苗 但是香港領導人 包括現任的特首林鄭月娥和前特首董建華 卻帶頭打疫苗 恐怕這是唯一的一國兩制的體現 同時也可以解釋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巴基斯坦 為什麽總統總理都打了中國疫苗之後 卻雙雙中招 又感染了武漢肺炎 中國大瘟疫 就是中共病毒 因為他們的總統 總理都是60多歲 也就是說中國疫苗對他們無效 反而有害 實際上國際上也做了一個比較 就是打了美國疫苗和中國疫苗的國家 結果是什麽 以色列是打疫苗相對比較高的國家 用的都是美國的疫苗 主要是美國的輝瑞疫苗 以色列打了疫苗之後 國家每天的新增幣率 就從每天8000起降為每天200起迅速見到效果 但是有一個南美國家叫智利 它是進口的中國疫苗 智利已經有一半的國民打了疫苗 是中國疫苗 結果打完疫苗之後跟蹤智利的結果 原先每天感染率是2000例 反而在打完中國疫苗之後 感染率達到每1700例 這就是效果 所以有人說對照智利和以色列的結果 對照中國疫苗和美國疫苗的效果 這可不是愚人節的笑話 說到愚人節的笑話 這兩天又有一個不是笑話的笑話出爐了 那就是有一個國際組織 對很多國家進行了一個民主指數認知的調查 這個組織叫國際民主聯盟基金會 它是一個民間機構 非政府組織 它委託德國的民間機構 對53個國家的民眾 總計53000多名民眾進行了調查 調查一下對本國民主的認知程度 結果發現調查的53個國家中 認為本國是民主國家的只有53% 而在西方國家 像美國 歐洲這些民主國家 認為本國是民主國家 或者民主充分的只有58% 但是吊詭的是 在中國都知道是一黨專政 一人獨裁 但是在中國民眾調查的結果 認為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卻高達71% 有7成中國民眾認定現在的中國已經是一個民主國家 有足夠的民主 所以這個調查結果出來之後 讓大家哭笑不得 中國的網民就說 是見過白痴的沒見過這麼白痴的 見過奴才的沒見過這麼奴才的 見過太監的沒見過這麼太監的 至少中國人認為的太監是100多年前 至少現在的太監沒想到這麼晚 還有太監 魯迅說的話就是身為奴隸而不自知 是最大的悲劇 其實在中國調查的結果固然是一個笑話 但其實也不奇怪 因為有的中國人受到洗腦 或者是受到中共單方面的信息 教科書 黨媒黨報 電視電台 都在中共控制之下得到一個信息 就是中國是另一類民主 因為他的國名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共和 有人民 說人民當家作主 是自願上 理論上的意思 至於手上有沒有選票 他根本沒有去想這個問題 另外 其實要把這個調查擺到北朝鮮 肯定是100% 也就是說100%的北朝鮮人民會認為本國是一個民主國家 有充分的民主 誰要敢說不是 北京人當局發現肯定是割殺無論 就地處決 因為北朝鮮那就是完整洗腦的國家 他們只有歌頌的份 沒有批評的權利 所以很遺憾的是這次的國際組織 民主聯盟基金會沒有把調查擺到北朝鮮去 如果擺到北朝鮮去 可以創造一個最完美的結果 那就是100%的結果 所以一些國內外的華人 國內外的中國人就總結說 說到愚人節 說在正常國家 民主國家只有一次每年 就是4月1日 但是在像中國 北朝鮮這樣的國家 每天都是愚人節 因為黨媒黨報有本事 把你忽悠到每天過愚人節 好 今天我就暫時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看收聽 再見